好 这一节的当东方遇见西方 我们要先来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气候特使凯瑞 他现在是二度的仿中要来谈论气候合作 但是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 到底为什么呢 那其实呢 凯瑞他在8月31号的时候 他是抵达了天津 那么这个是继四月份之后 他第二次的仿中行程 那么也看到了大陆外长王毅 他也是透过了视讯的方式会见凯瑞 那么两个人都认为在气候的方面 其实中美两国是必须要一起合作 才能够解决问题哦 那么我们先来听王毅和凯瑞的说法 因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合作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的期待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呢 这个王毅警告美国说啊 如果美中呢是剑拔弩张的话 恐怕是会殃及到气候合作 那么因此也是呼吁美方应该要停止 把大陆视为一个威胁和对手 并且就强调了中美气候变迁合作 不可能脱离美中关系的整个大环境 那么对此凯瑞他也是回应说 气候变迁不是意识形态或是党派的议题 也不是地缘战略武器 那么其实美国的国务院 他们在二号的时候是表示说啊 美国跟大陆呢 其实就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那么双方如果没有办法合作的话 不止呢是有害彼此 也会危害到整个的国际社会 那么另外其实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的主任杨洁篪 他也透过了视讯来会见凯瑞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导呢 杨洁篪他是表示说啊 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美方是采取一系列干涉大陆内政 还有损害中方利益的严重错误的行径 那么中美关系是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那么中方对于这样的行为是坚决的反对 更是坚决的应对 那么杨洁篪他现在是期盼说 中美两个国家呢 可以加强在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还有经济复苏等等 广泛的双边领域 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面 可以来进行沟通协调以及合作 并且就强调合作是必须的 而且是应该是双向互利的 那么对此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王文斌 他也是表示认同来听他的说法 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保持对话沟通 开展互利合作 同时通过平等磋商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 不过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其实外界是不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 尤其就是最近两个国家又因为航行的问题 再度的杠上了来看到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通过大陆的 来实行了 那么大陆海事局他们发布了公告就说包含了潜水器 还有核动力船 还有这些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 或是你摘一些油类化学品 这些有毒的物质 其实在进入大陆的领海的时候都应该要向他们的海事管理机构 来通报包含了船名你的呼号 还有目前的位置 目前在的所在地 还有呢你载运的货品等等一些相关的资讯都要通报给大陆 那么大陆认定的这个领海 其实不只是包含他们本土沿岸的海域 还包含了像是大陆在东海还有南海 他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 以及呢就是台湾周围12海里的海域 不过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五角大厦 他们已经马上就表示说 他们美方会坚守他们的立场 那么在国际法允许的海空域 他们会继续的自由航行 那美国国防部是表示说 根据大陆批准 而且美国承认的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的规范 不论是沿海国或是内陆国啊 这个船舶都是享有无害通过他国领海的权利 因此美国他们就重申了 单方面的实施任何预先通报呢 这个要求其实是违背了国际法 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 他就也特别强调美国他们会持续就是自由航行 那么另外看到澳洲的部分 澳洲的国防部他们也宣布了海军舰是拒绝照做 那么根据这个是澳洲的金融评论报的报道呢 就说了这个澳洲的国防部 他们强调任何类似的海事法规都必须要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特别呢他们也提到了就是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那么澳洲的国防军舰艇他们将会持续的运用国际法 所赋予的自由航行的权益 那么对此呢大陆的环球网现在是抨击了 难道这两个国家真的是铁心要挑衅吗 还批评啊这个澳洲好像试图要去拉拢其他的国家也一起加入 不过为什么美国跟澳洲他们会坚持不照做的原因 其实就是根据了国际法庭在2016年依据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裁决 就是指出了大陆并不拥有南海海域的资源 那么随着大陆现在新修订的这个海上交通安全法的实施 那么南海是否属于大陆领海的问题呢 也是再度的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以上就这节的当东方遇见西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